一輛米白色的機車行駛在路橋上正準備要回家 但這卻是他最後的身影 機車龍頭左側玄毀 地上全都是遭到撞擊噴飛的車殼碎片 還有一包嚴肅劑和散落一地的甜不辣 許姓女騎士才正要買完宵夜要回家 沒想到卻遇上死結 當時駕駛行駛在路上突然覺得眼睛癢就像這樣 揉了一下眼睛 但殊不知就在這個瞬間 車輛突然失控跑道的對象 因此撞上了騎士 這起死亡車禍發生在12號晚間接近10點半 在新北市汐止康寧街8號橋 肇事的黑色轎車車頭還有撞擊的痕跡 警方到場趕緊將事故排除 肇事的王興駕駛當時時速大約60公里 行進康寧街8號橋時不小心跨越到了對象車道 就這樣撞上許姓女騎士 他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四肢多數擦錯傷 緊急送往醫院急救 卻還是在11點21分宣告不致 雙方九車直接為0 然後全案本分局將王興男子 以過失致死 以送地檢署申辦 50歲的王興駕駛雖然沒有酒駕肇事 卻曾因為在車上想檢掉在踏墊上的物品 導致車輛自裝A柱 平常不良的駕駛習慣 這次卻奪走了一條無辜的生命 記者郭鮮陽 蔡品宏 新北採訪報導